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金边的大屠杀博物馆 目睹红色高棉酷刑折磨和处决犯人的集中营 土司联大屠杀博物馆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这里曾经是一所学校 成千上万所谓革命的敌人遭到言行逼供 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行 星期四几十名政府官员捐赠者和联合国支持的战争罪行法庭工作人员 在这里为纪念碑揭幕 出席揭幕的还有受害者家属 以及两名集中营幸存者 打字机修理员春梅和艺术家博盟 因为他们有技术 所以集中营指挥官杜鹤同志让他们活了下来 其他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被处决了 这座石柱形的新纪念碑是在战争法庭原告人的要求下建立的 这个法庭在2012年判处杜鹤同志终身监禁 一母孙弟是原告之一 她的丈夫生前是柬埔寨一名著名教授 就是在这里遭到杀害 一母孙弟很高兴看到纪念碑揭幕 现在纪念碑建成了 多少减轻了我们的一些痛苦 因为现在我们有地方向那些死在柬埔寨和这里的人致敬 石柱周围的黑色大理石上 将刻上一万二千多名S21号集中营死难者的名字 这正是引起争议的地方 游客城是柬埔寨文献中心的负责人 这个中心是研究红色高棉罪行的重要机构 她说死在S21号集中营里的人 80%是红色高棉成员 只有20%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 她说刻上每个人的名字 是把一母孙弟丈夫这样的受害者和失害者混淆在一起 纪念碑很有争议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原来的纪念碑 那是一种对所有死者的精神纪念 可是当你开始提到名字 开始刻名字 开始确认的时候 问题就出现了 冯马绍尔是德国驻柬埔寨大使 这座纪念碑是由德国出资建造的 他理解有关名字的争议 不过他告诫说 在那种极端形式下 不容易划分受害者和失害者 我个人认为不区分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那些了解受害者历史的人知道如何区分 我相信那些死于这座酷刑狱的人最终都死于同样恐怖和残酷的方式 每个人都同意的是 这座纪念碑告诉大家 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美国之音卡迈克尔金边报道 由杨晨播报 美国之音卡运报道